到达投资首季 市场有两条主线 可盯紧放量板块 炒股就看 权威 专业 即使 全面 祝您挖掘潜力主题机会 1月17日开盘前 央行发布公告称 开展7000亿元一年期MLF操作和100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 其中MLF中标利率是2.85% 逆回购操作利率是2.1% 均比上月下降10个基点 MLF利率被视为准基准利率中的基准 在贷款层面 基准利率是LPR 一年期LPR被称为实体经济的基准利率 比如企业贷款多时参考LPR定价 五年期LPR被称为楼市的基准利率 比如房贷利率多时参考五年期LPR定价 很多朋友解读说 这次MLF与逆回购的降息 主要是为了缓解春节流动性不足的局面 在达哥看来也不完全是 为了缓解流动性 完全可以等到月底再降 所以从这次MLF的利率加时间来看 都是超预期的 2021年12月降准后 紧接着降息 像我们传递这样一个信号 即市场利率和政策利率 正在下行轨道上 未来雇收类收益率会继续下降 比如银行存款 银行理财 货币基金等 如果你看到有4% 3.5%这样收益率的产品要珍惜了 未来这类高收益率的产品可能会越来越少 央行的政策本质上 是为了2022年的经济发展服务 虽然2021年的GDP增速超预期 但从2021年的注入增速来看是高开低走的 尤其是2021年四季度的GDP增速 只有4.0% 下行压力不小 所以2022年的经济政策任重而道远 降准降息是可以预期的 消费和投资将是继续发力点 与此同时 这次降息也直接对冲掉美联储加息的压力 之前市场充斥着对美联储加息的担忧 本质上还是市场信心脆弱 有了做支持 只要选对方向 那么就应保持耐心 受超预期利好影响 1月17日的A股不反弹都说不过去 迎来了期盼中的普赏格局 格局打开 这才是先年英语的表现 从市场来看 就两条主线 疫情和数字经济 疫情这条线以防御性为主 中药 新冠检测 新冠口服药 预制菜等 有的已经有不小涨幅 有的热度刚出来 新冠检测概念一场火爆 此类股以高度爆炒 极可能是强弩之末 新冠口服药 反而有望成为接力的新龙头 对这些新的热度题材 策略上可以看长做短 看回调的机会 上周末 数字经济成为热词 数字经济的根本在于 数据的基础建设 和下游的应用 从当前来看 主要涉及数据中心 云计算 罢数据 网络安全 数字货币 数字货币之前资金进入程度深 有额风口催化 板块就掀起了涨停潮 其实 不论是大数据 云计算 数字货币 还是数据安全 都属于国产软件板块 受利好刺激 这个板块有望得到估值重塑 科技中的专精特新 大部分都是中小创 加上国产软件调整 已有很长时间 这个板块在2022年 或迎来一大波估值修复 从指数表现来看 上海市场是缩量的 成交金额从4600亿元 萎缩到4300亿元左右 春节效应开始出现 上证指数涨幅平平 连缺口都没有回不掉 不能说强 节前市场的量能 很可能就维持这样一个状态 甚至更低 还记得达哥之前说过吗 缩量的时候 更适合观察谁在放量 1月17日 放量的板块和股票 还是有积极意义的 这证明有资金愿意参与 尤其是月零进节前 这种参与就越显得珍贵 但有一点 需要有正反馈才行 不能把这些放量的资金 全套在里面 对于这些放量 并且不套人的板块和股票 要做好持续追踪 一般来说 资金有记忆效应 节前火热的板块 节后还能火热一段时间 这个很好理解 春节过后 除了消息刺激外 资金都是大眼瞪小眼 一连猛 就只能找这些之前 有赚钱效应的板块 创业版连续两日放量反弹 这是一个的积极信号 有反弹变反转的迹象 不过 无论是上证指数还是 目前都只能说是在底部区域 谈地点为时过早 地位震荡的概率比较大 这个时候不适合碰到中阳线就追 控仓低息更合适 根据国家有关部门的最新规定 本手机不涉及任何操作建议 入市风险自担